今日苍芸宗百年难得一遇的混沌中即将现世 一想可得武学一卷 二想可得极品丹药 三想可入内门 以我的实力敲响三声定义 老师兄 进入内门可不要忘了我 那就要看你今晚的表现 苏清月 你们就那狗男女不得好死 叶晨我要和你退婚 退婚跟三年五年不说那么多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还有脸问为什么 你在宗门修炼三年 现在还是助击期的修为 连个杂役都不如 跟着你能有什么前途 要成为强者 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是 没地位怎么在世间苟活 龙师兄今日就要进入内门了 你个废物 拿什么和龙师兄相比 苏清月 你这个废物居然敢跟老大抢女人 居然是酒清单 你不会想给你那冰痒痒的妹妹用吧 正好本姑娘修炼需要一颗 就当做你这三年来 对我的青春补偿吧 害怕我妹妹的救美单要还给我 砸碎找死 跟我抢女人下辈子的不够格 龙丽菊 苏清月 如果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我要成为天底下的最强者 身为本地宿主 岂会让你说死就死 哪来的小妹妹 哪来的小妹妹 你居然敢轻视本地 本地的岁数 可比你大了数百倍 不过 看在你用修为 供养本地三年的份上 又生得如此英俊 也你意思了 你别动 既然 你和我签订了戏约 那你就是我的人了 不过 你这么弱怎么行 混沌陌生路 轮回拳机 只有影步 这都什么 我刚刚传了你一套弓法 一套拳法 一套身法 这些可都是本地精挑戏血 最适合你的 现在那些 苍云宗未记名的弟子中 没有人可以打得过 好不妥的拳法 你刚说我过来你三年 是怎么回事 我有胆说 你有命听吗 你现在还太弱 等你强大一些 再来问我吧 苍云宗混沌中试炼 正式开始 克风弟子速来试炼 你已经领悟了本地的混沌 魔神鹿 赶紧去参加试炼吧 那混沌中里 可以有着你意想不到的 巨大机 我就是入内门吗 入内门算什么呀 你要是领悟了本地的 所有功法 可入混沌圣地 这么巧 苏清月 龙云爵 你们给我等着 等我拿到机缘 就是你们觉得 狗男女的死期 近年来 难道我苍云宗 就没有能敲响 超过两生的弟子了吗 宗主 我知道一颗 敲响三生混沌宗 哦 快让他上来 试上一试 灵爵 还不快上来试一试 死子未动灵气 就敲响一声 以后可有大作为呀 宗主 虽然你被混沌中所试 但三想已够入内门了 不错 你给我们苍云宗 开了个好头 还有弟子愿意 上前试炼吗 我想不用试了 下面的各位 我相信都比不我 那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你这弟子 怎么如此狂妄 沈长老 我又不入你门下 你何必这么激动啊 你 是啊 沈长老 林爵 乃是我堂职 他迟早是要入我麾下 只可惜 今年又要让沈长老 垫底了 你 我就不信 今年没有能敲响三下的弟子 沈长老 既然无人 我此为止吧 敲响三身又如何 我来 我来 叶辰 居然没死 小爷我哪能被你们 就得狗男女轻易弄死 不死 多半也是废了 一个废人 还敢来参加混沌中的测试 真是丢人心 废人 宗主 此人进入宗门三年 修为不禁反退 现在只有住机器的事 对啊宗主 他这次肯定是来系龙林的 苏星月 龙林爵 我说过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放肆 从龙中测试已结束 你一个住机器弟子 也敢来捣乱 给我拖下去重发 宗主不可 凡我宗弟子 皆可参加混沌中的试炼 曾乃祖上钦定 沈长老 这些陈年旧规 就休要再提了吧 火关此人 气海匮乏 灵气全无 完全就是个废人吧 你质疑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难不成你二人 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交易 行了 行了 既然沈长老都搬出了失踪规矩 再不让他参加造成了本尊的不是 不过 试炼可以 但要十枚赔元丹 给他做担保 悠辰 沈长老 你可有把握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如果这次再没有弟子败入我门下 我这一脉就将不准 但此子 算了 好 我愿意贴热辰丹吧 多谢您贴我仗义出手 沈长老 要没有了这赔元丹 你们这一脉 要想再培养出圣子 他可就彻底没希望 那倒无妨 若宗主解散你这一脉 你大可进入我门下 和灵爵教导那些新弟子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夜诚还没事呢 夜诚的事与不是有什么区别吗 他但凡能敲响一声 老子就跪下来给他浅邪 来好好舔干净 来好好舔干净 不可能 你只有助机器而已 怎么可能会敲响只有练气劲 才能敲动在混沌中 你刚刚的嘴脸不是很得意吗 怎么 现在不敢承认了 夜诚 你别嚣张 刚刚那一声 分明是龙哥敲出来的鱼音 刚好被你碰上了 对 对对对 这分明是我之前敲出来的鱼音 一个助机器的废物 要是能再敲响一声 老子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大哥说的对 有本事你再敲呀 我就不相信你这个废物 能敲响第二声 哎 此子能敲出一声 已经是他极限了 有二声 这怎么可能 宗主 夜诚作为重机器弟子 龙虎敲响两声 应该破格说路那门 肯定是前途无量的好配子 沈长老 只不过两响而已 他这个程度都比不上龙龄绝 何来前途无量啊 虽然夜诚敲响两响 但按照宗规来说 也只能赏赐丹药 若想进内门 至少得敲响三响 夜诚啊夜诚 就算你侥幸敲出两响 没来如何 终究只不过是一只龙椅 注定被我踩在脚下 融为我的垫脚石 是吗 什么 不对 还有四响 这也太丑了 还没结束 无响 七响 八响 八响 宗主 夜诚这是创造历史了吧 百年来 只有他一个人能敲响八响 六响即可列入圣子之列 八响 这可是更不畏有吗 这波动 是混沌中九响的征兆 难道我沧云聪要出神子吗 沧云老狗这个后手我收定了 你莫要插手 有大地之子 你们都不配收他为徒 还是让我来 这是我沧云聪的弟子 你们敢抢 哈哈 我跟你们拼命 禀报总统 夜诚偷学禁术 应当打入监狱 永世不得翻身 哦 你为何说夜诚学习了禁术 因为我为他吃了三年的断卖伞 一个毫无灵脉的废人 怎么可能敲小混沌中 小子 那女人为你的断卖伞 早就被我破了 不要担心 也就是说夜诚除了休息禁术 否则根本敲不响红龙中 最多富人心 果然如此 我夜诚当真是瞎了眼了 居然喜欢上你 龙师兄才是真正的喜欢我 我当然要帮他 夜诚 多说无用 赶快束手就擒吧 否则别怪沧云宗对你不客气 如此宗门不待也罢 我倒要看看 你们如何对我不客气 夜诚 你大胆 这就是苍云宗吗 我被陷害 你们还就是为虐 夜诚 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去跟敲响了巴士 但你想跟我斗 只要是死路一条 龙林爵 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你 那是你现在求我 我可以考虑对你的 否则 我会向丰致情势 将你身上的弄一块一块的脚下 让你在吐鼻一身中 慢慢死去 对 对 你的妹妹叶灵还跟你用拼入你 不死 你死 我会请你好好照顾她的 龙林爵 你个畜生 我要杀了你 要我帮你一把吗 借用我的力量 再闯你想杀谁就杀谁 不杀龙林爵 凭我心头之恨 小风 此次肖像混沌中 九十五 可入神子之力 顺必备 可得在你之上 你敢上哪 你敢上哪 龙林老祖 参见老祖 参见老祖 你等目中无人 败坏门峰 开死 老祖 弟子要得知错 弟子要得住开 向神子动手 请老祖饶我一页 老祖 心情是我错 该一场师兄 是我的错 然后现在要给他认识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既然叶辰都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那你们 就死吧 老祖 龙琴嘛 龙奎和龙林爵虽然有错在先 但不至于死 而且 他们都是我苍庸中的中流砥柱 若他们死了 其他宗门 势必要压我们一头 死最可免 活最难逃 连巧祥九生的神子你们都敢动 你们是活腻了吗 若有再犯 并不轻饶 老祖 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这叶辰明明只敲响了八声 怎么会是九响 鱼不合及 叶辰的力量并没有消散 还在中内回到 小子 你可否愿意入在我的门下 做苍云宗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神子 什么 居然让他成为了老祖麾下的神子 如果我成为神子 必定会引起其他宗门的警觉 若是他们发现我体内还有轻摇 那不只是我 就连妹妹也会有危险 神子之位 还是先算了吧 刘晨 你会选 能成为神子 可是万里挑一个存在 不用了老祖 我还是习惯 一步一个脚印 好 就冲你这句话 我将这本 苍云神剑决送给你 启平老祖 叶辰 已经拒绝了神子之位 这本是苍云宗的武林质宝 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他的 是啊 老祖 这种贵生之物 还是应该交给下一人神子 是啊 放肆 我做决定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插手了 多谢老祖好意 我虽然很喜欢这卷武学 但还是留给下一人神子吧 既然你喜欢 又为何放弃 难道你真的想做那个什么圣人 老子您想多了 我只是觉得 这一切都是我的囊中之物 无论是苍云神剑决 还是圣子之位 甚至神子之位 始终都是我的 好啊 好 好啊 不愧是我 苍云宗的弟子 雄心勃勃 未来可见 叶臣 其实之后 就是苍云宗的圣子战 可不可以要让我失望 恭送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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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灵局 叶臣 恭喜你们获得圣子参战资格 那 接下来 就责卖吧 看你们是选择龙长老门下 还是省长老门下 你们 自己选择吧 这还用选吗 省长老这一脉 要资源没资源 要实力没实力 再好的天赋 去了也是浪费捏火 我选 龙长老一脉 要我 我肯定去龙长老那一脉 不光麾下出过三大圣子 就连修炼资源 也比省长老高了十倍不止 即使叶臣天赋再好 没有修炼资源的支持 也难看大人啊 若是能得到龙长老的赏识 即便资质平平 青云之上也并非难事 叶臣 虽然 和 灵爵有矛盾 但是我宅心仁厚 允许你 败入我的门下 但是 你得做灵爵的师弟 你一下如何呀 我选择 省长老去你门下 我还不稀罕 就不怕 你这一身天赋 去了沈双门下 喂了狗 东辉 你什么意思 想不起谁呢 徒儿叶臣 参见师尊 叶臣你放心 我沈双就算是不吃不喝 也不会让你这身天赋浪费的 徒儿从不在乎修炼资源的多少 你挺着压力给了我机会 弟子漠视难忘 好好好 叶臣不仅天赋一饼 而且尊师重道 这才是好弟子 多说无意 昔日之后 便是我们游龙峰取缔赤霞峰之日 明爵 我们走 站住 龙林爵 你还没给我舔鞋呢 还要给我做牛马呢 一个杂碎 真是找死 还无量 叶臣 你是被吓傻了吗 站在原地找死呢 轮回拳 有得伤我错 龙长老 你若出手我必想言 大家看在眼里 是凌绝先动手伤人 我图昏迹 有何不妥 住手 两位圣子巫要动手 七日后再绝高低 凌军 我们走 叶臣 七日后就是你的死期 叶臣 明日我在赤霞峰等你 算失礼 轻药 这钥匙有什么作用啊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地方 神无无主 自会奇光 你呀 不过是个小小的助机器修饰 紧皮肉眼 就想分辨 那我该怎么办 修饰自然有修饰的办法了 这是哪里啊 亲友 这里是什么地方 好大 这个流回印记 三年了 它终于现世了 这里就是我跟你说的混沌圣地 你在这里修炼的速度 可是这是外界的十倍 十倍 那就是说 我在这里修炼一天 等于在外面修炼十天 没错 而且 十倍还是这里最慢的 倘若你能够将足够多的天才地宝 置于几种 那可是百倍修行 天才地宝 这混沌圣地啊 有着夺天地的造化之路 它不仅可以吸收天地之间游走的灵气 还能将天才地宝中的灵气吸纳出来 加速你的信息 原来有 十倍 这只火 速速度固然很快 难断一会儿 已经拖不到五阵一段了 灵气吸纳 最后一次 继续之火 终于出现了 八千年了 你终于可以踏破西弓 即生神祭了 恭喜师尊 贺喜师尊 现在功课 还为时过早 你即刻去找 弦庭和秋泽 让他们到灵火现成之中 查明来历 带本军稍稍养养好生日 继续成功 遵命 哥 哥 你回来了 哥 终于回来了 灵儿 你挺在寒息怎么又严重了 是不是又没有吃 我给你买的补药 哥 我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 就把你给我买的补药 换成了钱 我只希望 你和清月姐能够进入内门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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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性 嗯 疯 师兄 现在这个废物变得好强 我们该怎么办 莫华 先让他得意诊息 我堂叔打算将天罡游龙诀交给我 天罡游龙诀 那不是只有长老才能修炼的功法吗 如果被发现 就 只要我把叶晨打死 届时宗主看到只有我一手 配了圣子传承有信 并会对我挽开 等我当上的圣子 你就是我给你 到时候你再双晨一双 那还不是呼风唤 弟子叶晨 拜见师尊 叶玲 见过丰主大人 玲儿身体欠疆 我妹自幼受寒毒所情 寻遍十三周未能治愈 恳求师尊是否有办法救灵儿 好大的胆子 刚入山门就要师尊帮她 怎么这么罪恋 师兄 别说了 她可是上司 如此狂徒 不配做圣子 休得言论 没有 我也只能暂时地替她压制而已 想要彻底治愈她 只有靠你自己 我 历代圣子 都有一次进入宗门宝库的机会 那里珍宝无数 神兵 功法 丹药 不计其数 不过是能救你妹妹的宝物 就不下三周 这期间你好生修炼 为六日后的圣子站坐准备 我会替你照顾她 这十门培圆丹 祝你静静止 多谢师尊 师父 你这么耗尽周围 就为了救一个外人 叶晨 你就是我徒儿 便是一家人了 不是外人 再说 有了她 我们吃下风才能保得住 我愿意先受修为 怀解灵儿的面对 不要这样对我哥 千月姐你还是爱她的 对不对 不 不 求你快回来 啊 我 秦云姐 你还是爱她的 本小姐做什么还需要你来质吻 吧 本小姐做什么还需要你来质吻 哎 秦云 她一个凡人小姑娘 万一被你打死的多不好 那可是舞者一段修会 龙师兄 你心疼她了 我这是怜香惜玉 别人不知道 难道你还不知道 龙师兄你讨历 是吗 昨晚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们 你们不要脸 我哥对你那么好 没有想到你家是这种人 对我好 就凭你哥那点家底 省吃俭用三年 都不用龙师兄一晚上点的毒 来都来了 还想走 有了赔院单的帮助 你很快就能突破五者二段 到了五者二段 你便会觉醒气负 气负 那是什么 气负乃是武者 储存体内 名气之所 那龙灵觉就是 青色气负吧 通常 气负品质等级 由低到高 分为白星子黑 四个阶段 等级越高 说明积累的越深厚 战力上 也有着天壤之别 不过 我要你凝结的是 凌驾于这些之上的 金色气 一端 让我 会 就是为了告诉我 你哥去了赤霞峰了 但是现在是游龙峰 况且沈双只不过是个 快要被废掉的风主吧 等他丢了长老之位 我连他一并抓来长长仙 不过今晚了 有力去你找死 哥 梅儿 你没事吧 哥 我又给你惹麻烦了 傻妹妹 你是我唯一的警察 叶晨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来我游龙峰撒意 还敢打伤火拍弟子 叶晨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个交代 你休想走 交代 我这就给你交代 这小子的事 叶晨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来游龙峰闹事 师尊 你来得正好 刚刚叶晨要对清月行不轨之事 叶晨 老夫今日 就替宗门除了你这个祸害 除了你这个祸害 好强气势 这就是五者五代说的实力吗 不对 不对 四字修为竟如此妖艺 短短一天就能到五者二段 若是不出 日空定成祸祸 休得猖狂 谭独长 叶晨 叶晨竟然能逼出唐叔的上等级祸祸 纯祸 你刚刚突破五者二段 抵运不足 强行抵抗会死的 若是连妹妹都保护不好 我还谈什么负成 怎么 女帝大人心疼我了 胡说 我是怕好不容易找到的好胚子死了 没人供养本地 你收回心神 我用残魂上身 帮你杀了这个老东西 弹霜剑拳 爽 叶晨 带着灵儿先走 祸是我闯的 我不能一走了之 你赶紧离开吧 我是宗门长老 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 可是 你连世尊的话也不听了吗 快带着灵儿先走 龙魁的毒 已经影响到灵儿的寒毒 可有性命担忧 王世尊 你一切找心 你找 你是铁了心要护这小子吗 他是我弟子 他叫叶晨 好 好 那就废话少说 手里再见真章嘛 灵儿 你可千万别有事 灵儿 月晨 灵儿怎么样了 世尊 你没事吧 没事无碍 你妹妹伤势很重 我会用修围给她续命 明日的笔试你一定要赢 灵儿交给我 世尊 我不能让你再和修围了 我来 你是要违抗事命吗 世尊 你现在还不是他们的对手 快去修炼 世尊 退下 苏氏 我一定会抱住直下风 你需要给我让她被解散 爹 这次真是太可惜了 你把叶晨那个家伙给弄死 这儿 小心隔墙有耳 现在 你我的关系 还不能被人知道 知道了 唐叔 那叶晨 绝非等闲之辈 她的修炼速度七快 你只有突破五者三段 才能彻底击败她 这本 便是你朝思暮想的天罡游龙诀 又在这天罡游龙诀 叶晨 我要让你彻底死在我的酒香 那 这本呢 这本 名为雪魔变 乃是雪魔宗的秘传 可以短时间之内提高你的功力 雪魔变 这 这不是邪魔歪道吗 我们身为苍云中的弟子 修炼这个会不会 放心 修炼个一两层 不会有人知道 谁 龙龙诀突破到五者二段已经数年 想要击败她 必须要达到五者三段才行 进去吧 这是密室的登高秘境 闯关的层数越高 对你的修为越好 而且 里面还有一件天地神器在等 好精确的力量 我能感觉到我的丹田和肉体 都在不进化 这里可是天地本人 不但能帮你驱除体内的杂质 更能镇压邪碎 越骑杀人 这么厉害 能不能参悟就看你的造化了 这是上古武学 辽原剑决 剑气横扫 如同辽原烈虎 焚尽世界一切薄 也有可能会困在其中久久不得药里 被秘境 反噬而完 叶辰 人呢 被老子给吓成软弹了吗 龙师兄突破五者三段的消息 是不是把叶辰 是不是把叶辰吓破胆了 不敢来了是吧 龙云决见达到了五者三段 世尊 叶师兄不会真的逃避了吧 羞得妄言 宗主 叶辰未能按时参加圣子战 理应判输 赤霞峰连续数年未出圣子 按照宗规 我提议将赤霞峰一脉废 沈长老 若赤霞峰再无人应战 从即刻起 你的赤霞峰就从我苍蝇中消失 宗主 您再等等 叶辰马上就来了 师尊 弟子约为赤霞峰 献上一分力 这五者二段修为的实力 也敢伤害找死 那我就满足你 就这 难道你们赤霞峰 就只有你们这些酒囊饭袋吗 赤霞峰的人是打不完的 怎么可能 我可是五折二斤巅峰的实力 你怎么会无损伤呢 老子可是紫色气 你也配跟我打 龙灵爵不是青色气腹吗 他怎么可能是紫色气腹 沈长老 你不会不知道 天罡游龙爵 是可以提分气腹的品质的吧 什么 龙灵爵居然学坏了天罡游龙爵 灵爵的确是个好弟子 沈长老 你的两个大徒弟都败了 若再无人 那我可要宣布圣子战的结果 一神快回来呀 你现在在哪里 我都愿意赤霞峰理账 你们赤霞峰的蠢货倒是不少 不仅修为不高 连脑子也坏 赶上来找死 那我就满足你 一群还没有达到五者二段的人 也想硬钢临绝 炒死 你们别给我探探脚 我赤霞峰是不会输的 是吗 沈长老 接受赤霞峰要对解散的现实吧 对你也是好事 哈哈哈哈哈哈 列师兄 列师兄 你们退下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居然真的敢来 我说了今天会取你性命 怎么能缺席呢 只是修炼了久了些 让你多活了几时 给我受死 轻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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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坏了 小哥的坏短剑 不然根本挡不过他手中的零剑 徒儿 接上 多谢师傅 竟然用女人的剑 你还是不是男人 杀你 足矣 吃我这一招 天耕游龙诀 天耕游龙诀 本门的顶级攻法 那一世兄他能打得过吗 恐怕很难 之前叶师兄越级挑战已是极限 同境界很难击败龙女 更何况 叶子游龙诀 此番 恐怕叶城就要陨落在此了 这废物是吓傻了吗 竟然都不多 他居然想硬刚 难道他又能受过天耕游龙诀的招式 叶城 一定要撑住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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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是金色起伏 表园剑决 他已经达到五者三段了 我别看错这脚子 我们持家分有希望了 师尊 这怎么办 叶城已经超过五者三段了 你 果然是个妖女 不过不用担心 我早料会有现代的局面 英爵 还有底牌 那就好 如果让这个废物当上了圣主 那我就完了 要一张 他妈的 你尊重了 你尊重了 那我 这什么东西 她的 我还没有 你尊重了 我说又是你尊重了 你可不要 快别出事啊 这是绪王宗 你竟然让本尊弟子学习邪魔歪道之术 沈长老 如今各个宗派你争我斗 本宗若不能出一个顶级强者 克使那些个老坑又有个屁用 宗主 您赶快出手镇压奴灵爵 此番他的实力足够分掌了十倍 若是不阻止 野臣一定会出事的 野臣一定会出事的 林长老说的的确有理 这许魔宗屠杀了我宗门多少弟子 学他们的功夫又如何 我现在沧云宗最需要的是强者 不需要恪守就归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我敢私自出手帮助野城 给你一同胜家 宗主圣 世尊 这该怎么办 野师兄 他会不会有危险 放心吧 就算达赏我的命 我也一定会救救成他 才好 是 这 他 我 我 5下群 1下群 7下群 7下群 8下群 7下群 你身上不是有天地本营吗 像这种邪魔歪道 一招即轻松这样 雪木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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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师兄小心啊 夜师兄 古龙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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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别杀我 之前都是苏星月勾引我的 你要保重就去找他 沐敬爵 你不要胡说八道 一定是你让我给夜城为断麦散的 狗咬狗蛋的命 我你们两个都得死 夜城 我要杀了你 寄我而在殿之灵 龙葵 你竟然是龙灵爵的父亲 为何不报告给我 我是有苦衷的 龙灵爵 是我的私生子 我是怕有人针对他 才一直隐瞒我俩的身份 宗主 如果是这样 龙灵爵身上 血魔宗立法的来一遍很明亮 一定是龙葵公爵胸瘤拿的 应当打入监狱 也事不得翻身 来人 龙葵给我押完 那些宗主 我违反宗规 但是他夜城更有可疑 你难道不好奇 他刚刚那一招 俗龙震天硬吗 什么意思 从住击期 到五者三段 普通人十年也未必可及 他却用了短短八天 夜城本就天赋一表 我又给了他十枚赔元丹 这有什么可疑问 无论如何 夜城都是我苍云宗弟子 他实力越强 对我宗门也没什么害处 那如果我说 身上有天地神器呢 天地神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血魔宫 是选魔宗的 震宗秘法 破解之法极难 他却必用一招画剑 我怀疑 他身上 有我宗的法宝 天地神器 夜城 还把神器叫出来 萧宗主 我很好奇你这样的鱼骨脑袋 是怎么当了宗主的 宁愿相信龙夫也不相信我 放肆 是 公主 夜城他可是圣子 对 金刚司通中门神器 即便他是神子 我也照样照样 叶晨你没事吧 小松啊 你要干什么 你想造反吗 如果宗主再继续针对叶晨 徒儿就真的要造反了 你 宗主带我灭了叶晨给你撑上神器 小子 马上没人 龙魁你疯了吗 小子让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不可能 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想伤害我的弟子 你就一起死吧 亲友 我娘上所有预备 能否击败龙魁 小子你还真敢想 龙魁总是货真驾驶的 无者武断强 想要击败他得越两个进阶 你刚刚杀龙灵爵只是同进阶 越两个人 算了 神灵小心 哈哈哈哈哈哈 神尚 我毁了你的灵脉 才让你看着我把叶晨慢慢折腹死 哈哈哈哈 龙魁你个畜生 找死 我平时 湘缘 鉴决 长老 长老 这叶尘实力如此强大 竟然杀了轮回 来 拉核桃主帝 好走啊 日后必是个大火坏 叶尘 不愧是我苍蝇尊的圣子呀 未来可期 至尊 叶尘 你这样是救不了沈庄的 他以灵脉损毁 只有洗髓丹能救他 洗髓丹 在什么地方 洗髓丹 在宗门宝库 你是圣子 可以随时拿取 叶尘 救你妹妹的丹药 也在宗门宝库中 这次机会不能失去 叶尘 救你妹妹的丹药 也在宗门宝库中 这次机会不能失去 我来世子战 就是为了这么保护 我现在就要去 宗主 三大魔宗前来拜访 说是要见识见识 我们苍蝇宗的新人圣子 知道了 来者不善 阿里是来拜访 分明是来挑衅我 苍蝇宗的威严 快带我去宗门宝库 那 就要看你能否 打败三宗的几位圣子了 这跟我无关 那可不行 你身为圣子 要为我苍蝇宗 抵御外敌 才可进入宝库 不得 将从我苍蝇宗除名 秘境的修为已经耗尽 如果在这会丢了姓名 还不太去 好 我去 苍蝇宗圣子 叶臣 萧总主 好久不见了 你们三个 过来见我萧总主 我乃血魔宗圣子 离畅 我乃魁魔宗圣子 鬼杀 我乃毒魔宗圣子 舌白 见过萧总主 怎么苍蝇宗圣子 才武者三段实力 真是可笑 我看呢 怕连黎师兄 你一拳都戒不住 能不能接下 事过才知道 只怕你们没有这个本事 放 我们乃魔宗圣子 整个苍蝇十三宗 没人敢这么跟我们说话 还记得三年前 苍蝇宗那个废物圣子 被我们三大魔宗给打死了 至此一蹶不振 尘世可悲 是吗 那从今天开始 形势就得逆转了 既然苍蝇宗圣子如此做事 那我等就做好 准备观战吧 叶臣 苍蝇宗和沈双的命运 就交给你了 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狂妄 既然你早死 那我们就成全你 那我们可得让这个人 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强 秦阳 这一战很重要 你能帮我一回吗 那本地答应帮你杀人 你能给本地什么回报呢 秦阳 你不是一直想再临时间吗 这一次 我帮你重塑取提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放松心神 本地一直就来帮你 圣子断 生死无恶 红伙人 别怪小姨下手太狠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魔宗的三只苍蝇 一起上吧 免得我一个个动手 邪魔刺 好快的速度 一刹 不但力量强横 速度也极快 不是你们苍蝇宗 能挡不挡 这小子还站在原地不动 干嘛呢 估计那小子看傻了 还不知道跑 等死了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抓住我 叶城的实力 则增长了这么快 这么慢 他要自杀我 你们两个还在等什么 还不快过来不忙 律师祖建 回家 三大魔宗甚至也不过如此 五五三人合力 破了这次的防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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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可能 我这可是上红的零件 你救援我谁的力量 世心夺破 助我承认 这是雪魔宗的雪魔成神秘法 短时间内 能让人提升两个大清洁的实力 叶师兄这是要以无则灾乱的实力 丢进对面无则灵断的大门 在场的所有人 只有宗主到达了这个级别 也就是说叶师兄小姨 就得打赢宗主 叶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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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魔化 天下无极 你的死期到了 你的死期到了 叶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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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不了了 你的力破 我的力破去哪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混沌 弟弟 行的 来杀我魔宗的人 我让你学来宣传 死者杀我们三位圣子 绝不能留 住手 这是圣子战 生死误论 这可是你们先前说好的 这老东西终于可我有处到 你确定他是为了你吗 魔宗三个圣子都死在他的手上 这个损失 难道你苍云宗要替他承担吗 若是你们要动手 苍云宗肯定以死相平 不过杀了你们三位圣子 的确是叶城之错 我这就让他给你们道歉 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叶城 圣子战虽是死战 但你却不留活口 惹下了如此大祸 还不快跪下 给这三位长老磕头赔罪 这老东西果然没什么好心 还是想践踏我的尊严 来换取宗门的昌盛 道歉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就没错了吗 他们出言挑衅我就没错了吗 要跪你跪 我腿脚不利索 今天就是不跪 叶城 虽然你实力很强 但你不听话 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别怪我了 若未看到了 此事与我苍云宗无关 乃是叶城个人所为 既然你们要报仇 那我作为宗主 就不阻拦了 叶城 拿命来 小贼想跑 没门 姐 你有办法能打 把这三个老东西吗 我现在只是查误 实力不足 巅峰的千分之一 根本打不过他 那怎么办 只能牺牲我的财 帮你拼死你活了 但是以后 你很有可能就看不到我 别 三个老匹夫吗 要你们自己那张老脸吗 竟然联手 围攻我苍云胜死 是想招死吗 竟然联手 围攻我苍云胜死 是想招死吗 苍云 你出关了 知乎老夫名号 老鼠绕病 放过我们一马吧 放过你们 好 今天就去说说 我苍云圣子 杀了你们三位狂徒圣子 这事 该当如何处理 都是我们的错 五国也成的事 是我们圣子有错在先 我们老爷后话 被复原是非 老鼠 你挠过我们吧 老鼠 先前往就看他们不爽了 这次 也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二等提出我苍云圣子 还想蒙混过关 老鼠 老鼠 你们这说我就怎么办 饶了我们吗 二等 大闹我苍云宗 挑衅我苍云宗 罪不可恕 立刻赔偿我苍云宗 一千枚赔原单 否则 却将手机流失 老鼠 这 血魔三宗虽然非常可恶 但也不至于这么严重的惩罚吧 如今 我们有夜城 只要加以培养 很快就能 横推魔宗 让苍云宗成为 世间最强的宗们 是 自礼教了 一千枚也太多了吧 这 你们是想试试老鼠的苍云斩龙诀吗 老鼠虽是残驱镇守中门 但是 杀你们 一如翻场 不不不 老鼠已经多想了 我这就给 这就给 你二人呢 有有有有 爱不快魂 谢老鼠不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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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告辞 我得告辞 这个臭 我们能忍吗 杀了我们生死 还逼迫我们交出灵药 放心 我会去禀报教主 我们三家一起联手 报仇血恨 学习藏云宗 老鼠 这下我们可发大财了 快把玉瓶给我 我把它放到我们中门宝库 保存起来 叶辰 你是我藏云宗的希望 这纳戒里 一共有三千枚赔元丹 尽管拿去使用 日后可要为苍云宗争口气 还有 这本神剑诀当初你没要 此番圣子也是你 总该收下了吧 老祖说笑了 先前 不用多说了 你秉性善良 是个修行的好批子 有你是我苍云宗的福气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想进入中门宝库 这个没有问题 先前弟子们进入中门宝库 只有饭煮箱的时间 今天我给你破例 你可以进去挑选半个时辰 老祖 万万不可呀 那可是我们苍云宗珍藏百年的珍宝 半个时辰足以搬空啊 小峰啊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苍云宗 被魔教三宗攻打 只是时间问题 如今除了叶晨 能有希望突破这圣者境 还有谁呢 如果把裴员丹都给了叶晨 那其他弟子怎么办 我都没愿意将裴员丹让给叶师兄 我没愿意 好吧 那就都给叶晨吧 既然如此 叶晨 你快去宗门宝库 找你所需之物 多谢老祖 小峰 你带叶晨去宗门宝库 在此之前 将苏清月武功废除 逐出苍云宗 宗主 饶命啊宗主 宗主 把他扔下山去 自身自灭 宗主饶命啊 这件事我狗眼看人 我认错了人 宗主我再也不敢了 宗主 宗主 欣诚 记住了 半个时辰必须回来 否则 你拿的什么东西可都不算数 好 我记住了 我去 我去 好多上代的武学啊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武学 哎这事 这是啥 这是林涵独工 只能由天山寒起的人修炼 非常适合你的妹妹 没想到 你还对我妹挺好的嘛 别废话了 赶紧替你妹妹和师尊 找修复的灵药吧 西遥西遥 在这呢 是这个吗 到了 启绝丹和气氧丹 真的能猛兽灯和林二吗 我还能骗你不成 还有一小时间 我去给师尊找把仙剑 你先去这几站 给师尊献给打坏 林家诚 还有十秒 再不出来 拿什么东西可都无效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抱歉了宗主 约然你是忘了 算你小子运气好 虽然老祖给了你特权 但你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上 就是要打败三宗 保护我苍云总 不必动手心思起起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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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拿回来了治病两药 是我哥打败了魔宗三大圣子 这才得到了进入宝库的机会 给我们拿回来了治病两药 三大圣子 嗯 林辰 林辰 你伤到哪里面 是这么多虑的 那三人伤不到我分口 我哥一招就把他们三人全部打死了 根本伤不到我哥的 那就好 你去找我 是 是 是 这是新疹剑 先前第一次将您的剑给打碎了 正好是中文跑步的时候 为您挑选了一把 两个试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是 童儿这些天 需要别管修炼 林儿恐怕还要麻烦您照顾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啊 这种小事 就不用说这些话了 快去修炼吧 对付摩椒三大宗 你现在的修为还完全不够用 好 童儿告退 教主 叶辰杀我夫君 还将我提出苍云宗 你一定要替我报仇 我 一个小小的叶辰 随时可以将其颤处 不过 苍蝇的老狗 不打好对付 但我大正面臣 才可 攻入苍蝇中 教主 我们宗主对叶辰杀圣子之日相当生气 让您出面给苍蝇宗一个教训 可是叶辰现在实力很强 若是再让他修炼一段时间 恐怕难以除掉 他不是有两个最重视的人吗 对 就是那两个贱人 一个是他的妹妹叶玲 另一个是他的师尊沈霜 那就把他抓过了 这样 我们就能抓住叶辰 和长云中的软泪 灭药吞噬了那么多裴员丹 现在你在这里修炼一天 等于在外面两千天 这么快 那我岂不是很快就能突破到圣者境 要是人人都能靠极致的修炼资源 突破到圣者境 那这个世界上 就不会只有那么一点点圣者了 那我突破到圣者 还需要做些什么 想要突破圣者 当然是要有一颗成圣的心 不仅要突破修为的枝骨 更重要的是对人心 和肉体的一次涅槃 我明白了千耀 这次我要上到第九层 上次你为了圣子战 才勉强挑战到第三层 现在你要挑战第九层 你就不怕死吧 既然领了圣子的身份 就要为苍云宗复命 师尊为了灵二可以舍命 我为师尊死又何惧 好 有骨气 师尊 你是什么时候进入苍云宗的 不知道 我从小就在赤霞峰 到十六岁才被宗主收入麾下 那师尊你是什么时候成为赤霞峰的封主的 二十岁吧 哇 师尊你好厉害呀 哪有你哥厉害 这个年纪就能成为圣子 那真是万里挑一的脚子 师尊 你是不是喜欢我哥呀 一二 你说什么呢 你再胡说我可 谁说 魔教来找几次仇了 快走 魔教三大长老就在附近 出課 沈风主 走这么急 去哪儿啊 我们教主打算请你们俩去魔教走一趟 你若是不从的话 那可就 别怪我们三人辣手碎花了 你休想 这里是苍云宗 你就不怕老祖出现将儿童全部镇压了 我们身上早就贴了教主秘制的隐秘符 那老东西根本发现不了我们 沈风主 我觉得你还是乖乖配合 不然受一栋皮肉之骨 哪有何必呢 银儿 都想为你闪出一条路 你快去找宋主和你哥 我来电话 那社区你怎么办 我没事的 他明明什么话还拿不下我 你回去来遭遇 想逃 没来 你们翻个白了 今天早睡我弟子 先从我身体上挂过去 你让你们找死 长劝你 我一点点子 你的作業 那葉玲已經跑遠了該怎麼辦 算了不能再�el我 會被老傢伙發現了 有他就可以了 少不到金九三了 叶辰 你的肉身已经开了 九百九十八道雷劫了 不能再烤了 不然你会死的 我不能突破到圣者计 我还谈什么保护自己心爱之人 保护自己的妹妹 我必须要进入第九三 快停下 第九层的电雷 是之前所有电雷的十倍 你扛不住的 这难你没办 臭小子你差点害死本帝 天地本人已涌入你的体 还不赶快弹奏自作 青瑶最后还是新软了 要不是本帝怕你死了 没人给我练至躯体 我早就 青瑶 多谢 稳住心神 这个时候 正是你突破到圣者计的关键 这就是踏入圣者的感觉吗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一把圣者的武器 这不就是一把好剑 这也算好剑吗 此剑名为正香 乃是上古神剑 可况万剑 没想到随便捡的 也居然是上古神器 你消息了已经告解了 是时候该出去 你有看到我哥吗 叶玲 哥 你总算回来了 世尊被抹叫抓走了 什么 怎么回事 抹叫三大章狼想要抓我 师父为了让我先走 就拦住了他们 然后就人就不见了 宗主呢 他们去救世尊吗 叶诚 我劝你冷静一点 现在我参云宗世博 九神双不可鲁莽 鲁莽 人家都来东门强行劫人了 你还要守之一亩三分地吗 我要去救回师尊 我也去 我也去 愿神叶师兄 同场合家 好 那我们一起救回师尊 叶诚 你想害死苍永宗吗 你杀了龙奎和龙灵爵之后 这些人 就是我苍永宗最后的底蕴 那又跟你窝在中门内 狗血要好 跟我走 叶诚 快去救世尊 这里交给我们 那你们呢 这不是这些魔教地址 我们出出犹豫 你快去吧 我世尊呢 呦 这不苍永宗圣子叶诚吗 怎么 找娘找到我们魔教来了 你世尊已经被我们教主练成炉顶了 到时候就会成为我们整个魔教的版物 哈哈哈哈 你那世尊嘴可是真硬 并死不屈 找死 好快的速度 有得劲 他的效率怎么震荡这么多 赶紧防御 我们三个一起防御 居然都能被你秒杀 你的实力怎么变得这么强 向着 你入圣诞境了 叶诞强 帮你师父不是我的错 都是他们叫错的 求你放过我 求你放过我一马 求你放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是圣诞 短短几天 怎么可能连拖四个境界 你不能还这么强 不信 洗凌肉定 给他 你还不能杀我 我还有凌肉的价值 你想 你要把我杀了 谁说明你得陪葬 快说 到底把我杀在关在什么地方 他们的教主 关进来死牢 想要活命 现在有人交换才行 他们带我去 好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傻小子 小心 他要带你去静止里面 你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叶辰 我能感觉到沈霜的位置 而且我发现这里 还有一句可以容纳我灵魂的缺体 现在这把青霜剑是我的了 别等着叶辰来救你 师尊 叶辰 别管我这里危险 你快走 他在这里布下了 我让你说话了吗 敢动我师尊 你找我死 你找我死 你快走 他在这里布下了 叶辰 叶辰 这就是你 破破圣者的功力了吗 也不话如此吗 嘿嘿嘿 许某子 你要是敢伤我师尊 我今天就让你难度皇权 生死不能 叶辰 你不要太猖狂 苏秦月 这是我给我师尊的剑 你不配用 叶辰 你算什么东西 我现在可是魔教夫人 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我想杀谁我就杀谁 你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 受死吧 雪魔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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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 这死我不需要你上我身 我只想尽你一点力量 拿去吧 昌云神剑爵 好强的内部 这功力不属于你 到底是谁 你不配知道 你不配知道 你 你打扮了我 但是你的師尊 還是必是無疑啊 我早就在吃雞布上了 指紋大盾 誰都救不了 啊 葉辰 我錯了 我不敢與你退婚 看在我們三年感情的份上 求你饒我一命 蘇星月 晚了 這是你咎由自取 葉叔兄 讓我來幫你了結他 楊振 趙玉恒 帶師尊出去 葉叔兄你呢 這裡有石婚大法 我走了 我們都得死 快去 葉叔兄 你必須給我安然無恙地出來 否則 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你 一定 走 只要這個石婚大陣 怎麼破啊 這個大陣也是破不了 必須得有尊者級別的強者才能破 那我不會一輩子 都在這兒吧 也不算 只要你們幫我找到區域 我就能幫你破除這裡的釋魂大陣 對了 是你之前說過 這裡有你所需要的區體 你確定這個區域就在這兒嗎 秦瑤 你確定你的區體就在這兒嗎 錯不了 你仔細找找 我已經感覺到附身的滋味 就是他了 居然還有封印 誰的區體 誰的區體 根據我的感知 這具區域已經在這裡存在超過三百年 應該是某個非生大陣的區體 那我要怎麼樣才能破除這個封印 用你的血 我的血 為什麼 這個你不用管 你先解除封印 好的 請好 可以進去 葉辰 記住 等會我要是醒不來 你就親我一口 親你一口 為什麼 哪有那麼多為什麼 你照做就行 清陽 清陽 我真的要讓我親一下吧 臭小子 做得不錯 本地很滿意 不過 不過什麼 你要是敢把你親我的事情說出去 你小心啊 我懂我懂 你趕快把這個尸魂大陣給破了吧 我 葉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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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答我 葉辰 如此好的修煉胚子 卻碰上了清陽這個片子 你就不怕 最後死亡葬身之地嗎 人誰 你要幹什麼 我不幹什麼 我只是覺得你太可憐了而已 幫清陽找到的區體 還要被他立的 你怎麼知道清陽 你到底是誰 以後 你會見到我的 那時候 你就明白一切了 葉辰 葉辰 你怎麼了葉辰 你 沒事 是問他生破了嗎 破了 走吧 我們混蒼雲中 七天過去了 你哥有無音信 還在等 他去雪魔中送死也就罷了 竟然煽動我蒼雲中大半精銳 他應該是洪飛魄散的下場 我哥贏了聖子之戰 他是很厲害的 竟然會死他 他沒死 也對 說不定就是他嘴上說的好 根本就沒去雪魔中 直接 丟下你 半路逃跑了 我哥才不會呢 哥 你終於回來了 你們還有臉回來 給本座統統跪下 宗主好不知確 雪魔中七七兩大附庸 你全被夜塵盪平 我不知道你還在怕什麼 住口 夜魔中有淋漓回魂之術 根本殺不完 天下 他得罪透了 蒼雲中 將再無寧日 我有此見 財雲開天 屈屈雪魔中 來死我殺一次 你口口聲聲說我哥要逃 跟他大國全勝 可你呢 剩下蒼雲宗宗主 確實要逃 若非老祖還在 恐怕你都怕沒影了吧 浩里兒終於硬氣了一回 這個老公子 真是越看越不順眼 大膽夜成 身為蒼雲宗聖子 竟敢勾結魔教 還將邪髓帶入本門 山門弟子何在 在 我殺了他們 山門弟子何在 在 我殺了他們 趕問宗主 夜師兄短短七日之內 盪平血魔宗上下三萬較重 又怎麼可能勾結 大膽 這一宗的話 也敢質疑 血魔宗 善於肉身養骨 其中弟子體內 無不藏有一宗邪神 而他 就是夜成勾結血魔宗的證據 夜師兄 宗悟他說的對嗎 夜成 不要以為你不說話 就可以門弄過關 今天 你若不給我一個解釋 羞辱此門 解釋 我夜成行事 何須向你解釋 跪下 合同認罪 夜成 我身為宗主 貴不可言 幾位 給你這妖孽低頭認罪 歸不歸 不要殺我 我跪 慢著 方言天下萬里 豈有宗主跪拜徒子徒孫之行何 夜成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你正在挑戰什麼 老祖 你看這殺 夜成今日敢殺我 明日 連您也敢殺呀 而且 肉結魔宗 偷練禁術 老祖 我殺了他 我殺了他 退下 丟人先 夜成 老夫知道 你此次攻打血魔中 冥陽萬里 但無論怎麼講 你都是 昌雲中的弟子 弟子明白 弟子先行告退了 蠢貨 你行李幹嘛 別人都欺負到頭上了 還不知道反制 蒼雲老祖曾經奉我為神子 又四下五學 那他就是我的恩人 心裡沒錯 你這個羽毛腦袋呀 你這個老頭 別的本事沒有 倒打一耙 狗障人士的功夫倒是不錯 就這還是宗主 不該沧雲中淪落至此 吹雲老祖 此女 就是夜成在血魔中培養的邪魔 說不出调 我沧雲中 將永不寧日啊 夜成 當真有此事 夜成 你剛才不是說從不解釋嗎 如果有種 此刻 你也閉嘴檢言 夜成 你剛才不是說從不解釋嗎 我有種 此刻 你也閉嘴檢言 夜成 老祖問你話了 若是答了 那就說明你只是嘴上逞槍的弄種 若是不答 那就是欺失滅走 該殺 怎麼 你還想殺我 要勾忠 給我這劍幫也來一劍 欺人太甚 你找死 你還想殺我 你還想殺你嗎 夜成 老夫的話張兒旁風 既如此 老夫 就給你掌掌記性 你還想殺我 還想殺我 你還想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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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在我 要他要寡都跟他们没关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是人 吃下灵云仙子 混沌女帝 你不是早已经死了吗 为何又太临人间 老总 老总 你怎么给这群逆土下跪 快起来 死你 只不过是雪蒙中的邪顺 才能被骗 闭嘴 苍延宗六百年前 不过是无入流的小宗门 正是 借了赤霞峰的风水宝地 才得以发家启事 什么 您的意思 赤霞峰的真正主人 就是他 他 在六百年之前 就是一宗宗主了 六百年前 本尊创立赤霞峰之时 此处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以后的事情 说了你们也不知道 萧宗主 你的老祖都已跪下 今日你可心服口服 小沈总在说 弟子孝丰 已是心悦臣服 那他呢 你可心悦臣服 这背景比我更胜 我当然 也心悦臣服了 我没有什么背景 只是剑柄一块的斧头认罢了 老祖 我并无意甚事 但是 算了 你我恩怨两心 我也不再是苍云宗的身子 有缘再见 小兄弟 你何止于此 你既为神子 就没有人能抢走这个位子 如今 你已名阳天下万里 老夫又岂能让你 落得一身实意 这样 老夫大白宴席 一来为你庆功 二来向你 与赤霞神尊赔罪 如何 小鹏 神尊赔罪 你给我同事公主 你就答应了吧 您 当真是这画上上古时机的祖师爷 吃啊 不看着我干嘛 我脸上涨花了 说你的 赤霞神尊赔罪 我说神尊赔罪 叫我庆阳就好 有话你快点说吧 我这刚得到的躯体 还没好好吃过一顿饭呢 庆阳 历经万年 你居然还是一副少女姿态 这青春永驻的能力 实在是叫人眼馋啊 分明是你眼馋 我看呢 哎 别动 让我好好看看 欺聘师兄 老祖有请 他真的大白心公愿了 没错 而且就在只有宗主幻界 才会开启到苍脸宗大殿 仰观星河 世间万物 怀则备知起 放眼清秋 天下苍生 有道玄之威 兄弟 献我宗神子叶成 仗剑直言 怀雷霆之威 荡 血魔之臣 可谓 公正四级 您动八荒 故此特赦天成庆功宴 以张其能 败败贤神子 德高望重 为高天下 还请叶兄弟 上面高左 老祖客气了 叶兄弟啊 藏原宗日后的薪衰 在你 更在 你身后的神尊 老夫客气也是应该的 神子叶成 战力超群 威望非凡 特赐 涅槃丹十颗 降诸仙草三颗 外加 可随意出入 本尊宝库 之特权 天 这涅槃丹千年难遇 老祖一出手 竟然是十颗 当真是后爱 叶师兄了 老祖再怎么后爱 这也是叶师兄应得的呀 要知道 血魔宗上下三万个教众 都被他杀死了 这战力 那可是举世无敌的呀 我先 别愣着了呀 西边老祖 弟子不想要这些东西 来请收回真理 叶兄弟 你是不喜欢这些东西 还是 能如此求啊 你疯了 这是周体重塑的涅槃丹 还有炎炎艺术的仙草 这都不要你有什么 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回禀老祖 弟子并不是看不上这些 天才地宝 而想用他们换一样东西 何元 赤霞丰 我师尊常为赤霞丰的前途而担忧 死犯若把赤霞丰彻底交给师尊打理 神尊他老人家 也多些时间休息 少些操劳 要你出什么风套 就算没有你 我也能把赤霞丰打理的 你和神尊的关系 我们都信这多明 既然他开口 那老夫就成人之美 我宣布 赤霞丰 三千里云和月 尽归神双 自此以后 任何人不得无故踏入办公 是 多谢老总 若无其事 弟子先行告退了 先不忙着走 老夫还有一份大力 没有送出去呢 这是太处云扬黑 更是 苍云神宗的 标志信物 一切收好了 老主 你居然让叶城 顶替我做 苍云宗宗主 我不答应了 老主 你居然让叶城 顶替我做 苍云宗宗主 我不答应了 小方 六百年前 本尊创建 苍云宗之时 你还未转世成人 如今 本尊 既要换宗主 难道 还要你答应我 老主 话虽如此 此事 你应该早一点通知于我 怎么让我当众在这里 小方 属于你出发的态度 是 几次知错 还忘 王朱海文 嗯 爷兄弟 我只希望 你和神尊 不要离开 苍云宗 是不是 过来帮我 处理一下 来番之地 至于保重 苍云宗 九封十三川 任君自去 无核 这 弟子夜城 定不如命 好 好好 好 主位 今时我们共祝 苍云宗 新任宗主 继位 功课宗主 如意挑战 功课宗主 如意挑战 爷兄弟 干杯 主位 请 谢谢 公主 多谢老祖 弟子保证 在三年之内 重振 苍云宗 夺回天下第一门派的名号 爷兄弟好奇迫 来来来 行 行 主位 咱们共同举杯 我的好徒儿 真是好本事 一月之前 你还上市外门弟子 形容杂役 如今 决一举成为 苍云宗的宗主 变化之大 亘古未闻 可让生日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 跟普通人 一样的地方 咳 他喝醉了 嗯 变静两句 苍云 嗯 交给我吧 哥 你真的好厉害呀 你身上到底有什么 神奇的机缘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青瑶 就是我一飞重天的机缘 当真是他 他对你这么好 要不要什么代价 李儿 早点消息吧 我在庙里见过死 不用他轻易镇压了 杀绿的血魔邪数 现在居然又出现一块 千两条太急鱼 可是跟天道北渊 有千丝万人的关系 肯定来头不下 青瑶怎么没跟我细说啊 难道 这是哪儿 灭药的我没那么邪乎 哈哈哈哈 你就是夜城 苍云宗新任宗主 我是夜城 你又是何方妖邪 妖邪 你手里那块太初一阳配 乃是苍云宗新任宗主的信物 你居然说我是妖邪 原来你就是太初一阳配的本体 想来你把我拉到这儿 也不能说这些废话的吧 我要告诉你一则密文 青瑶那妖女 瞒了你很久的惊天密文 你就不恶问到底是何密文 我在想 青瑶今天早上刚展露真身 你也刚刚到我手里 晚上就有人来挑拨离间 是不是太过于巧合了 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 有话直说吧 至于我信不信 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我早已感应到 你在蜜月见到的那块羊鱼了 但是三千年以来 一直无人可以把两块合二为一 再放出我的意识 而此时此刻 我终于等到你这个有缘人了 就这 你就要跟我说这些 别不耐烦啊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你体内藏有跟我一样的天道本人 所以那妖女 一直对你死缠烂的 一旦等你脱破了圣者镜 那她 必将把你的修为 受人榨干 再将你变成一堆扑骨 什么 什么 我体内居然有流火 这就是清瑶所说的供养 没错 否则妖女当初放着天之交 则不去计数 非要挑你这修炼三年 不进反退的废物 清瑶 你果然对我有所隐瞒 只要你把体内的流火交给我保管 再把我的意识 救出太初阴阳玉佩 我就能重降人世 解释 妖女清瑶能给你的 我可以百倍奉上 好 但我要怎么样才能救你出去呢 闭眼 跟我念诀 大用外肥 大用外肥 真体内冲 具备万物 具备万物 横爵太空 横爵太空 杨之国终于合变了 心波如流 白河如海 天命所归 无望重生 到流火现成这种 查明来临 遵命 哥 这次你又要闭关几天呀 我也不清楚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在中秋节之前出关 陪你上单 中秋倒是无所谓 主要就是我担心你 你可好好的 有什么担心啊 不 自从那晚清风宴过后 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而且你都要去闭关了 清瑶姐也没有来送你 哥 你们不会是吵架了吧 或者你有什么心事也都是可以告诉我的 这件事情很复杂 等我这段时间出关了 想明白了再跟你说吧 异想知识你查的如何了 何禀老主 庆功宴晚上那道支撑苍群的流火 弟子 已确定范围 来源 真是夜城所在的赤霞峰 赤霞峰 没错 但老主您先前有令 禁止旁人 踏入赤霞峰半步 所以 算了 如此异象 想必也只有夜城能够并发 解释我 亲自问他吧 老主 夜城第一天当宗主 就闹出如此动静 打搅您清修 要不 我带执法堂 去让他长长记性 闭嘴 你那些心思 老夫都明白 是 第一次告退 这就是操民歌 从现在开始 谁敢善动换 杀无数 何方道友 来此拜会啊 老东西 少跟本座套进 献你三日之内 交出天玄子 果然本座推平你的釜山 杀你满门老小 天玄子 此为何物啊 想必倒有事 找错地方了吧 老夫死的 既是流火在九日前 在你苍云一飞冲天 气势之盛 本座万里可迁 你居然还敢跟我装糊 找死 老朵 说的是夜城啊 你看 就是这个夜城 惹事身份啊 就你 就凭你 这货色 别敢在车里叫嚣 以老夫所见 你才真的找死之日 十法堂可算 诸杀妖孽 妖孽 你又是血魔中的哪条丧家之犬 难道没被夜总组杀够 非要来此送死吗 血魔中算是什么东西 也可以与我龟虚相提并论 你家老朵没见识 我往送你们踏上 我们全路 龟虚 莫非是明海岸边的龟虚牙 上古传说的魔头 竟然还在无害人间 老狗 本座刚才只是出手试探 接下来 你们仕途二人可要收好脖子上的东西 免得人头落地还不自知 难道 这上古魔头杀毁人间 这下子 我藏人庄 满门要为夜城 陪葬了 你快去请夜城河赤家山村 这里交给为师 快去 天宣子 你就是天宣子 宗主来了 神子夜城来了 我们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 龟虚耀念太嚣张了 当凭一个人竟敢擅闯苍云宗 真当本宗无人吗 夜兄弟 你来的正是事故啊 老子放心 此人不足委屈 实习之内 弟子必定将是战鱼殿外子 好 本座就要跟你这样的强者过招 但你未免太狂妄 居然想在短短的实习之内 扎掉龟虚 暗艳尊者 这妖孽也没了火袍法宝 只会用权 那我用剑占据上风 无论如何也能杀了他 杀了妖孽 我该阻夜城的风头 再见回宗主之位 大大妖孽 感动我师尊 明年此时就是你的巨臣 明年此时就是你的巨臣 放弃那个妖孽 闹得正凶 不见得出手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硬气了 这还要问 咱还是夜宗主及时救场 刺激到了他 火挑心 这种货色也敢出来当猝头鸟 不许小 可夜宗孽 功夫太高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你不会也是那种 中看不中用的废物吧 这就知道了 坏了 夜宗主这一招 小宗童药已经用过一次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妖孽肯定要得手了 女人手术也有冲准的战 不可能 夜宗和小宗童药 就是去守在这次凶手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了 郑小姐 自当神器怎么会在你这 宗主赢了 宗主就是宗主 秦毅就把这妖孽给拿下了 等等 她身上的妖火还未散尽 不要靠近 妖火 哪里有火 你们当真看不见 这家伙 一朝一室 都过去之大火 夜兄弟 你已经踏入圣者了 短短七天 你竟然 他们修为太低 看不着夜竹身上的妖火 也是正常的 事已至此 你是自行了断 还是我执法棠代劳 小 本座苦练 两千年 居然抵不过你 区区七日闭关 这事到 这就是你的意 有种的 放下你的剑 咱们百名车马 再站一轮 几分高下 别接生死 你拖延时间也不用 就你这身外门 写到的妖法 即被再受你两千年 你还是会死在我的剑下 放下入口 在下学艺不经 正好四千年修为 不知 尚且能与你一战 四千年 这比老祖的行为时间都要长 那这怎么办 宗主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若是现在营地 铁地要吃亏 师兄 你终于来了 大师姐呢 你俩没在一起吗 直接法器出了点问题 路上耽搁了 没事 不管他 咱们兄弟俩 也能当作这么老少 小子 你刚才不是很狂吗 老子现在就在这儿 来 取我手机 怎么 被我一剑封后还不够 便要拉上师兄 共赴皇权 三姐之内 共有一万缕流火 而你 却最不通寻查 明日 还希望你保持这份傲气 师兄 你刚才为什么不出手 那家伙明明就是 师尊要的最后一缕流火 师尊距离他把徐宫成为神帝 就差最后一步了 上千年都等过去了 还急于这几时 你别说那些 你要么就是怕了叶辰 要么就是想让大师姐 回来分工了 说话要过脑子 难道你忘了 师父是被谁中伤成这样 你这鱼太多了 是 你说叶辰背后 有那个戒然轻妖 为他再这么嚣张 你还不算太锤 我懂了 谢师兄救我两次 等明天师姐回来 咱们一起踏进藏运宗 杀了野神 我藏运宗 根本就不是对手 老总 我们还是趁早下山 有多远就跑多远吧 跑 那你倒是叔叔 我没有他们 又该怎么办 这杨正不是已经死透了吗 老总 龟虚崖 那可是横扫三界的龟虚崖 杨正就是一个外门弟子 死了就死了吧 您犯不着冒险为他报仇啊 人可以跑 但脚下 这弱大的苍云宗呢 哎呀 这命都快没了 还要什么家当呀 我们呀 还不如趁早就 老匹夫 你被吓破胆了要逃 那就赶紧滚 别妨碍我们为杨正 报仇血恨 为苍云宗千年鸡业 对你抗争 报仇 很大 一个先锋叶竹 就搅得天翻地覆 那又是灰虚亚的主力来了 我们都得死 叶长 你不要给我装圣人 若不是你 沉天惹是生非 我沧雍宗 又何止能招揽上古强爹的灭门呢 若不是你 沉天惹是生非 我沧雍宗 又何止能招揽上古强爹的灭门呢 虚虚归虚而已 何来强底之说 待明日 我杀尽他们祭山 此不要厉 老祖 这叶长杀气 有众有胜 实在不适合统领全局 还是由我重回宗主之位 带领大家下山谋生 我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你这个不成绩的东西 往我对你一番后海 来人 把他给我拉出去 重罚三千教诲 再拉往后山 面壁思过 老祖 老祖 弟子去错了 老祖饶命啊 老祖 老祖 老祖饶命啊 叶兄弟 现在大地当前 你有何对策啊 西兵老祖 玄庭气势汹汹而来 却不出手 无论是他有所顾忌 还是等待后援 我们都不能做一代别 弟子认为 即刻调用储备零食 加强山门防御 以及调派弟子 日月巡逻 乃是上上之选 还有呢 龟序牙的主力 无非就是那三个弟子 以我 及众师弟的战力 完全可以应对 这并不足畏惧 照你这么说 还许有人佐证全局 提防龟序牙的老魔头 苍丰百年 这世上的人 恐怕早已忘了 我这个当年名震天下的 苍人道长了吧 此番 老夫定要冲击风云 老主义务 无贵少年之事 爷兄弟 你可不能走啊 你以为我真能挡得住那苍乌鸦吗 他可是 当成私欲我尊啊 老主请放心 青瑶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由他作证 你又何必担忧呢 那就好 那就好嘛 不过呢 要是苍乌鸦真的来了 还是要由宁先出手 引他路出破绽 然后再由青瑶 给他致命一切 妖孽 好大的狗胆 昨日被我叶师兄打成重伤 今日 天上还敢来送死 谁还没有师兄啊 过来 让本尊瞧瞧 你有多少心理啊 兄弟们 出魔尾到的时候到了 跟我上 杀光他们 我永生报仇 扔杀 不知死活的东西 找死 宁师兄 你先退下 这里交给我了 师兄 他修为不高 但他的剑很厉害 我龟虚鸦想要的东西 向来不成失手 想要谁死 也向来不成毒活 小子 死你一个 还是苍云中 满门十万人 你可要想清楚了 多说无益 剑题 老左 叶辰他修行不足十个春秋 当真可以赢得过天年老妖 哎 天之秋子说的就是他这样的人 放心吧 叶兄弟的胜算很大 可是 要不把萧公找来 让他也搭把手 别提他 一提他我就来气 这个蜜死 空有一身修为 却是懦弱之辈 若是他真来了 只能给爷兄弟 脱后腿 好吧 这剑气几乎能几所有修为 这小子什么大法 难道他不要命了吗 苍云中之邦废物 究竟对你做了什么 值得你卖命 小子 你还算有点做大事的样 不如弃剑投降 拜入我归序衙门下 本尊保证你以后 我叶臣 只余我叫无用 好 上天有路你不走 那就别怪本尊手下无情了 你疯了 九天全类集一出 万一无光 谁继续折损受缘 费你一个杂碎 不值得折损你百年受缘 让开 我悬庭纵横天下千年 从未有人击二连三地如我 四处不报 我刀心难攻 小子 我修到四千年 阳寿少数也有上万个春秋 本尊就是 一号 也能耗得一尤镜灯窟而死 如梦幻报仪 如意如定 这是上午尽数 你刚才不是很狂妄吗 还有招致吗 三夕过后 你必然变成一对苦谷 十岁 四千年的修为也不过如此 医生 快动手 医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人 都不如我 我苍原宗千年的记忆 休典 各位 周省 大师姐 你终于来了 你们死定了 寂寞圈台 鬼灯户暗 老处桃花灭 雄民归魂伞 业务长穷泽 老祖 这妖女什么来的 又会什么妖法 她精通射魂术 能控制人心 甚至让父子养残 不过 我只听说过她的恶名 从未见过她出手 我觉得传说是真实强 你就不怕为师 也被控制着心智吗 不怕 我相信你 我体内的技师流 我军阴怎么回事 使得你们归屎家 如此大费收拾 本尊没必要跟一个 将死之人多废口舌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自财谢罪 二是徒劳反抗之后 连累你身后的女人 还有你苍云周满门弟子陪葬 路死谁手 伤未可知 你把话说的太满了 青出于来 胜于来 叶辰 你应该能打得过你师父吧 卑鄙 这就急了 要是本尊告诉你 世界来迟的原因 是灭了你们苍云中的圣地 还顺便杀了你的妹妹叶灵 你不得疯吗 师父你醒醒啊 五星突然越醒啊 不 雪儿 为师可能要先走一步了 请 师姐 你居然撕走了 本尊从未是谁 那这 他神志有所违归 然后自断心脉 并非本尊功力不够 师父 师父 我要用他的剑 取你们三个人的下杀人头 射较神剑区 开机室 快走 这小子要爆发 长天红日 长天红日 别杀我 别杀我 我知道你身上流火的秘密 不要杀我 如果他现在肩上心脉还有一线生机 追不追我们就看你自己的了 他怎样了 怎么还不醒啊 师父还缺机为灵药 你先别急 他的心脉也算是被我护住了 性命无忧 只是 他几时醒来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鬼虚呀 我夜神与你不共戴天 哥哥 千尔姐说过 这世上 确有起死回生之药 我们一定可以救醒沈世尊的 可这 学找到什么时候啊 哦 对了 刚才可看见一位白三女来找麻烦 你们在说的是邱泽那个鬼丫头吧 放心好了 我放出了一缕气息 她已经吓得回避三千里了 不敢来找麻烦 这么说 夜主刚才只是虚张声势 苍云宗圣帝 并没受到袭击 有本地坐镇 谁敢放 亲耀 龟虚呀到底在哪 我们有什么时候杀过去 这个仇 我必须要报 没必要万里迢迢的去寻他们 不出半日 苍乌鸦那个老魔头 必登门送死 好 我必杀她泄愤 忘了和你说 邱泽的声音 我好像早听到过 这是苍云宗宗主的信武 当时拿到它 里面有个声音 一直在蛊惑我 现在看来 那个声音就是邱泽的 当尊 那我们的计划 就更有意思了 见过师尊 见过师尊 苍云宗之事 查办得如何 回禀师尊 您要找到天水之子 就在苍云宗 齐鸣夜城 怎么说 你们与他交过手了 战里如何 此子不在我与师弟之下 弟子的命门 已被他重创两次 再无恢复的可能了 此人的苍云神剑诀 也炼之大城 甚至 能使出最恐怖的开天事 你说开天事 刚时 这夜城突然一飞冲天 周深散发出了滔天剑气 八百里山川 被其一分为二 列为深谷 好 此子果然不凡 当是天险子 只要抓住他 行走他体内的流火 大本师 踏破虚空 细细成仙 只可待 回禀师尊 弟子有话要讲 好赏是吗 此番 你们探查的不错 只要我沉生之后 照样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师尊 玄庭被夜城的剑气 较为积粉 若再不回归序 把他混排 那师弟 就真的要死了 玄庭死了 玄庭死了 对 哈哈哈哈 正好 本尊正好见词 想起药人见证 心事本罪 如果他给不了我一个交代 我让他魂飞魄灾 你怎么这么个表情 你认为 他的性命 比较是尽身为神帝 更为重要吗 弟子不敢 欧安不敢 你让你也不敢 来的何人 问上我 我是来逃成的 拿着 务必收好了 这是小师弟的魂牌 宗主 你要救他 杨师弟为人纯善 不该再死 宗主 只要愿意搭救小师弟 我以执法汤 愿为苍云宗的福士 和汤刀火 再说不辞 我确实有事情要交给你 但这并不是出生入死的任务 归序要清朝而来 本部必定空虚 我要你带人 星夜即时 三天内 捣毁他们的老巢 切断他们的后路 此去万里 我就算历劫而死 你必定暗示完成任务 一路小心 苍云宗 长平千年 虽是安宇 但这团结合作的尽头 终是受监 老夫把苍云宗 交在你的手里 真的是没有看错人 老子过于了 这都是弟子 分内之事 报 宗主 不好了 雪山的弟子刚刚来报 说是后山面壁的 萧峰不见了 现在要不要 加派人手去找 这个女子 岂不是山外 已经被龟虚崖的人封锁 危险之急 就让他死在外头算 是 等一等 还是麻烦你 通知寻山的弟兄 多派些人手 四处寻找 以免真出了些什么危险 是 岂兄弟 你说说看 这个小工 我对他没有丝毫半点的亏欠 他怎么这么久 不成器 他要是有你半点能 一切不知 岂兄弟 我有一事就想不明白 想生命 只得一二 老祖断说无妨 你为什么可以直接引肉眼 看到叶珠身上的妖 老祖当时不是说 只要晋升到尊者境界 都可以看见吗 会了 老夫当时的意思是 你居然可以不借助灵境 直接感到妖魔 而且 那夜主也很奇怪 老朽分明记得 那种妖魔 必须由先天王火中的 本体散发出来 可是老夫 没有看到 那王火中 可能妖魔 就是直接以肉体 点燃了熊熊的妖魔 这我也不清楚啊 可能是我有亲妖的帮助 而这妖魔 又是我魔教的 弯门写照所知吧 看来只能是这样解释了 在家里归续牙 暗夜尊者 披山伐妙 特子来挑战 曹云宗 门门 又是你妖孽 你怕我家族 再杀一次吗 此乃尊者之战 岂容凡人在此狂吠 少死 你再向前迈出半步 恐怕就要跟你师兄团聚了 手下败将 也敢在此放肆 丢人现眼 今日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否则 难以安我师兄在天之灵 施不过三 业主 你归虚啊 满门都要死在我的剑锋之下 师姐 开你了 妖女 还来这套 我家宗族早已调制了 宣天正皇汤 专门破你要法 兄弟们 撒 业主 我失手了 你先走 师姐 那你呢 不止走 死战不退 废 这群杂碎都解决不了 以后 怎么随我深入天界 征战四方 弟子无能 望师尊息怒 你就是昨日直书开天见识的叶臣 倒有点粉丝 但也到此门时了 这老药 你清阳说的还讲 坏了 这家伙至少有半不必尊的修为战略 而且还把叶兄弟的镇销剑给折断了 可见这实力悬俗 不行 你贫了 我得帮他 拿走 丰儿 你没事啊 太好了 跟我去触摸味道 老祖 不要着急 丰儿 难道你也被那修罗伞 射中了心神 你没有被控制心神 你还没想明白吗 叶臣的配件 就是我动了手脚 不然 怎么会断了 不然龟虚牙 怎么可能顺利栽下 苍云中的匾额 紧致杀手 为什么 他有脸问我为什么 军队是我的 什么要给叶城 谁要杀了你们 老子背靠龟虚牙就是北域第一中毒 谁要杀了你们 老子背靠龟虚牙就是北域第一中毒 谁敢不穷 封儿 走火入魔了 少爷娘给我正道理 这世道就是强者为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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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气已消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你身为三剑之间 最后一捋 即使流火 早该为我所弄了 我居然就是即使流火 齿小深圳大人 没有跟你说真相 因此之前 本尊告诉你吧 海底师听 天将戒指流火 本是在这湖峰之地 保佑天下参政 但你怎么 只是想让他 助我背身天剑 然而 然而本地 看不惯你的所作所闻 劫走流 撒遍天下十三周 你这个老魔忐 费尽心 仍要收集这些流火 我便讲这流火 幻化成人 送入苍云中 暂避风头 哼 这下甚至说的不错 那 我就要跟你算算旧账 当时如何害我重伤 现在 我就要你百倍最火 好 那你先放了他 不然 这些爱贼 可就没命了 哈哈哈哈 这下甚至 你没搞错吧 啊 你认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六根不尽 他 还有他 流火是本人 坐前的竹台和直伞 两个废物 死就死 何惧只有 我居然只是一笔直伞 是你随时可以抛弃的废物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是常常暗眼尊者 什么 一个天气不是早就被本军 撤我 清妖早就知道你要来找我 所以早就把全身修尾都度给了我 为的就是一个近身的机会 为的就是让我把你这个妖孽彻底铲除 不然 他早就露面踏平你龟尸牙了 叔叔 安杠切我 你们 这是早死 今天 就是天崩地裂 我要把你们 碎为尘埃 今天就是天崩地裂 我要把你们 碎为尘埃 找死 找死 你在找死 这也不是废物 他对你中心整整 你是我们主义 你干死 尘归神 土归土 一切都结束了 哥哥 我们真的要走 还会回来吗 小枫已死 苍蕴老祖养伤半年 也好得差不多了 我也该走了 放心 我们找到林药 还会回来救醒之尊 那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归虚牙 赵玉衡 还在等我们 有他加入 我们找林药更快 就是师傅 sir понял 明镜山 可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